国民党台中党部副主委叶玉利 也就是立委廖伟祥的表哥 在宣布要参选北团区议员之后 遭到周刊踢爆 涉嫌性骚扰 深夜传路股讯息给英明女子 对此今天叶玉利也亲上火线 说明来龙去脉 强调没有性骚扰 更眼眶泛泪的说自己才是被害人 遭到对方恐吓威胁 为了不影响工作单位还有其他人 他也主动请辞副主委的职位 镜头前眼眶泛泪 他就是国民党立委赖伟祥的表哥 也是前国民党台中党部副主委叶玉利 遭周刊踢爆 涉嫌传讯息性骚扰女性友人 叶玉利亲上火线说明 聊天的话题较为开放 我误以为双方有这个意象 来进行这样子的类型的聊天 当事人认为说这是有误会 我也做过几次的对他的致意跟致歉 那表示说毫无任何冒犯 性侵跟不敬的意思 女子指扣2021年 业余力透过脸书将他好友 某天深夜对方突然传讯息 说想跟他发生关系 还开棋盆模式 似乎不想留下证据 事后还用贬义文字形容女子 叶玉利也拿出对话反击 对方恐吓他 今年女子得知叶玉利要参选 北屯区的议员 他曾找上业余力的表弟 令委廖伟祥 但对方却甩锅 文字上的骚扰 其实对我来讲非常不舒服 他们没有要协助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回 办公室接获陈勤后 以屡次表达愿意提供法律协助 但当事人表示 对我们的服务不信任 性侵员摊在阳光下 双方各说各话 事实真相 谁对谁错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记得众和报道